汪小菲和大S的離婚風波少了一年多人未落幕 汪小菲今日凌晨又在直播中爆料 這句夜根本不住在台北 她跑了 而被問到對大S是愛還是可憐 她則申請回答愛 也說根本不想和大S撕破臉 是女方律師一直在挑撥良人關係 更脫口那就再復婚不好嗎 突然對前妻告白讓網友超傻眼 也質疑她有罪了嗎 而稍早大S經紀人也出面證實 汪小菲先生在離婚後 數次向大S求婦婚 不過都被她明確拒絕 至於汪在直播中爆料巨峻夜經紀人表示 歐巴的話暫時月中將在台北展出 兩人婚姻關係很幸福 最後更強調請汪先生不要一邊詆毀一邊示愛 利用媒體以愛之名捏造不實 企圖干擾法庭審理 原來雙方炮火背後 竟是汪小菲數次求婦婚悖劇 讓網友無語表示這出劇太狗血啦 汪小菲態度反反覆覆 也被酸放不下深情人設 這下張欄又要氣死囉